我想这次访问是公开而且是公费来台 至于欧洲议会用公款来指引这次的访问 所以等于是官方的一个正式访问 那不论从时间点或团员的组成看得出来 它是有相当重要意义的 中国最近因为欧洲一些国家跟台湾进一步发展关系 采取一些警告甚至报复的行动 可在这个氛围之下 欧洲议会还是决定派团来台湾 简单讲就是不畏惧中国的可能的反制 甚至打压还是决定要来 所以它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它的团员里面 特别是第一位法国人 他是在前阵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里面 因为新疆人权的问题被欧盟制裁的一个人 另外其他的也是都非常反中 而且对我们台湾也非常友好 这个访问应该基本上就代表了 对我们台湾的一个支持 他们通常是在欧洲的这个二线的这个政治人物 他没有完全的立法权 他也不能够提案 那他只能对欧盟这个职委会提出来的法案 进行审核 表行使同意权 可是他的同意权又一半的 又被这个欧洲部长理事会给分走了 所以他在这个事实上 他在整个职权并不是很完整 代表性还是跟一般会员国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当这些国家跨很多国家的这个力量 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中国就很难用这种所谓分化的方法 或者是统战的方法来各个击破 所以他们用这种所谓整个团的方式 就展现团结力量 不会让中国来各个击破 那当然中国有可能对台湾在外交上进一步来打压 但中国对台湾打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这些欧洲议会的代表所做的这些举措 事实上反映的就是欧洲国家各自内部的民意 所以表示欧洲的民意也变天了 对中国抱持一个比较疑虑 甚至一个抗中的态度 比如说我们跟欧盟一直建议 欧盟跟我们谈了很多年的所谓的这个投资协定 那么一直卡在欧洲 一直卡在欧盟 欧盟方面一直都没有进展 那欧洲议会如果说在这方面能够真正愿意帮我们使力的话 那我想对于我们整个国际的这个地位会有帮助 可是现在因为政治两岸关系是很紧张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他们是为了 他们反对中国的这个动机来台湾的话 那么就可能会他们访台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效果就会打一个折扣 在这种美中对立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要小心 因为有的时候怕这些欧洲 他也需要在这个美中对抗之下 做一些表态或一些动作 那么希望这些不是因为美中对立里面 欧盟因为要回应一些美国的一些要求 做了一些所谓的一个两面手法 那目前欧洲议会社会党团 它是少数 真正的多数党决策党是EPP 人民的这个党团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对这种的新疆人权 这些议题还有民主法治这些议题 当然我们也乐观 但是我讲的就是注意一下 毕竟他们这个团体是少数 怎么样子利用一个共同的利益 推动一些实质的效益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进合 台湾in or out 北周四晚间九点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动